还是刚才那台331 我们把那个已知的好光头放回 那个光头十有八九是完蛋了 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现在来教大家换这个卡盘 首先找一个 找到一个 首先我们来找到一个 331或者是333 330光头整个带光区的 而且是这种新式的卡盘 不要像是这样的 这种没有露出的 它是非常容易裂 而且已经在裂的边缘 我们需要把它换掉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卡盘取掉 这个取的话 我们直接暴力 不需要它的同心度 我们拿铁子或者什么东西 往里撬 取下来了 然后 因为这是一个废的331 我们怎么把它完好 无损的拿下来呢 我们把它彻底 把它让一让 然后彻底的把它 掰烂 只能暴力取 不暴力的话 你要是撬 会容易撬坏这个 你就废掉了 好 像全没了 就剩它了 然后我们拿刀片 把它插到这个位置里边 轻轻地撬一下 然后再换个位置 再来轻轻地撬一下 再换个位置 再撬一下 基本 都已经撬没了 然后再轻轻地撬一下 多处撬 不能再一处撬 然后我们转着圈地撬 注意手 完整吗 好 我们来更换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战场清理一下 这个你就可以直接暴力撬 这还需要暴力吗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要是 紧配合能压得紧 我们就不需要上焦 如果要是松 我们要点些焦 目前为止 我感觉到 手感是比较紧的 所以说是不需要上焦 直接 摁到底就可以了 不要再时间按了 时间按的话 如果这个托盘 你要按到跟马达挨着 那彻底就完蛋了 来看一下这个 童心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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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它转起来 我们 把伤盖 安好 再放进去 就会 再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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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们来调一下DSP 这是中低音 三段 DDS也是一个低音 这是一个播放的一个模式 这是一个重复 一曲重播 停止键 充电 播放 前进 后退 好 没有问题 我们需要把它装起来 因为检测开关 你一直得摁着舱门 让我们来看所有的螺丝都是一样的 只有三颗是后部的 是小螺丝 其他是一样的 只是一样的 好 那可以简单的 是一样的 我会把它装进去 所以我会把它装进去 是一样的 可以装进去 所以我会把它装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装进去 就像他那样的 所以我可以装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装进去 是一样的 好 那可以简单的拧几颗螺丝 它就可以工作了 它是一个车载 可以挂个车载 一个线路输出 侧面是一个锁定键 这是一个记忆播放 后边是一个电池舱 这个两接五号的电池舱 是跟索尼的D350通用 来换张盘 锁定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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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